我提出一個公開公平的方法 如果怎麼讓在野可以組成一個 最有勝選機會的組合 他說要比民調 既然對方不提 我來提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喊話藍營堅持比民調 誰高誰當政 輸的不用退選 副總統自己選 這沒有底氣 因為前一天 科辦發言人吳宜軒 公布逆參民調 柯侯佩支持度45.2% 勝過侯科配的42.1% 也大幅領先 賴肖佩32.9% 但藍白陣營解讀數字大不同 他只要在南部更加的經營 很快民調 我事實上覺得他現在民調 是超過柯文哲 或者他如果說不相上下 民調都是只很滾動的 那有蠻多份的民調也顯示 就是說柯侯是高於侯科的部分 藍白自認都是贏的那一方 但吳宜軒再點出侯正科富 流失最多支持 強調民眾黨絕不會接受 傳統舊思維 小的聽大的交換合作 這時間公布逆參民調 難道是要對藍營施加壓力 除了總統以外在立法院國會的部分 也應該讓再也聯合不過半 我聽柯市長的說法好像有點模糊 他也沒有說一定是要跟藍的合作 像某些會期我們的選招委一樣 民眾黨討勢跟民進黨合作 這個就違背了主流民意 比民調然後輸的退選 是在這半年的分勞討論藍白裡面 我覺得算是一個前進 最少他丟出一個方法來討論嘛 就是說藍軍這邊一直說要合 但是其實沒有提出任何的方法 一邊說對方沒誠意 另一邊說對方沒動靜 藍白陣營還在隔空放話 合作的機會一分一秒流失 歡迎收看張環川送你台北藏道 最劇爆點的正式內幕 攸關荷包的財經動態 解析社會慣相 探討國際大事 週一到週五晚間十點請鎖定 團羽一把抓